大家好,今天上期视频 今天我们用老面来做大馒头 没有酵母味 蓬松暄软越嚼越香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这是上期视频做好的老面 一直在冰箱冷冻 刚拿出来 这一块重量是100克 给它放入和面盆中 加入200克的手温水 泡开 用手捏上去没有阴割的就行了 然后在盆中加入450克面粉 先搅拌上大的面絮 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大概揉2-3分钟 像这样就行了 我们给它盖上 让它醒发2-3倍大 这个就是发酵好的面团 拔开看一下 里面有很多的蜂窝 闻上去没有什么酸味 所以就不用对减了 在案板上撒一些面粉 然后给面团排气 把面团揉匀揉透 这时候我们多卖力揉一会儿 接下来整形的时候就可以轻松了 揉好之后把面团搓成厨条 下季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切下一块面团 留着下次等着老面使用 接下来将面团平均分成8份 再把每个面剂子稍微揉一下 揉光滑就行了 因为我们刚才把面团揉到位了 这一步就会很轻松 最后再整理成馒头胚 像这样就可以了 依次把做好的馒头胚放入整体上 盖上盖子进行最终发酵 时间大概是20-30分钟 发酵好的馒头胚 轻按一下 很快回弹 目测也比之前大了一些 冷水上锅 上汽至红涌大火继续蒸 15分钟左右 关火后再焖3分钟 时间到了 开盖看一下 基本上还是不错的 没有什么塌陷的 拿在手里轻飘飘的 馒头表面没有起皮 这说明二发时间控制的还可以 馒头表面也比较光洁 这说明我们馒头已经揉到位了 捏一下 很快回弹 正面馒头已经彻底蒸熟了 好嘞 我是老夏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有问题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